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大家好!我是蘇泰,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 還記得上一次我們有討論關於中國疫苗效率的這件事嗎? 今天我們就繼續聊中共的疫苗外交 嘿呀,就是那個保護力低,連他們自己都施打疫苗超低的 也有很多就算打了疫苗還是確診的案件 像是西安醫院檢疫師都已經接種了兩次中共國產疫苗 還是能確診感染武漢肺炎 在這種危機時刻中,中國韭菜國人集體發揮了裝傻的生存能力 只要聽到中共政權越是努力地、大力地、用力地給它宣傳 不要碰就對了! 就算用中國最暢銷的《學貓教》這首歌改編來騙大家打疫苗苗苗苗苗 我們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苗 也沒有什麼人想上當啦! 就跟楊潔篪就是中共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說的一樣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的! 中國人是不吃這一套的! 像是在遼寧已經有90%的中國官員 自己都不願意打中共國產疫苗 中共政府你們這麼以自己的疫苗為傲的話 那就自己先去打吧! 但是,有一些地區有推出打一劑疫苗送一盒雞蛋的推銷活動 反而成功吸引到某些中國的貧困長輩 有些人居然短時間內重複打了4次疫苗換4盒雞蛋 雞蛋都有超越中國疫苗的吸引力了 而且你們看那些官員要嘛很邪惡,要嘛很不細心 怎麼會讓一個人重複打4次疫苗? 應該只是為了人爆表看起來比較好看而已喔! 看來這次用中國廣大韭菜納稅前搞的大外宣又宣告失敗了! 那現在我們來回顧一下強大的中國疫苗 目前在已經施打的國家們 造成了什麼樣的神話奇蹟呢? 4月7日,菲律賓總統安全衛隊指揮官杜蘭德 接受菲律賓人民電視台PTV訪問時 爆料菲律賓總統安全衛隊累計有126人感染武漢肺 為康復者還是有45例 那,菲律賓馬上就有網民找到 中新聞12月28日的一篇發自馬尼拉的報導 報導指出,菲律賓總統安全衛隊成員已經接種中共國藥研發的無費減貨疫苗 是菲律賓武裝部隊第一批接種疫苗的人 馬尼拉時報The Manila Times隨後報導 菲律賓食品劑藥物管理局 當時根本尚未核准緊急使用國藥疫苗 最後,菲律賓國防部部長羅倫沙納才坦稱 PSG安全衛隊注射這批中國疫苗 是為獲得政府許可的走私貨,他本人事先並不知情 菲律賓國會目前已經對此事件展開調查 要求傳喚安全衛隊負責人 關於這個中國國藥疫苗 如果我們頻道的老朋友們還有印象的話 在上次我的介紹中曾經有這麼的一段 但是在秘魯用的國藥北京只有11.5% 什麼?居然比搏搏搏到行搏的機率還要低! 另一款國藥武漢的有效率也只有33% 好的,機率高於秋波 所以說有效率到底是多少啊? 你搞得我好亂啊! 那麼,現在秘魯的情況又如何了呢? 我們來看一下新聞 秘魯上週平均單日確診上看9000 讓原本的復活節假期 變成了為其4天的全國性封鎖 那,以上是關於中國國藥疫苗的慘況匯徵 應該有五毛小粉紅會說 哎呀,那是國藥集團的問題啦! 我們中國還有鼎鼎大名的科興疫苗 中國輸出疫苗比自己國內打的還多呢! 應該沒什麼問題了吧! 我們再來看一下科興疫苗的慘況 智力宣稱40%的人口至少有接種第一劑 但是90%的接種人口打的是中國科興疫苗 結果疫情反而越來越慘烈 4月1日新增確診人數7830 是疫情爆發至今的單日確診人數最高紀錄 甚至連智力天主教會兩位重要人物 現年76歲的愛歐斯與福利主教洛倫澤利 就是目前在智力位置最高的兩位天主教領袖 都在幾天前確診了武漢肺炎 教會聲明中提到 兩位長輩先前都已經接種兩劑中國科興疫苗 第二劑還是在3月11日打的 那其他像是土耳其、巴西等國家 疫情只能用越來越慘來形容 都是中國疫苗愛用者 像是巴西九成以上已經打過至少一劑疫苗的人 都是打中國疫苗 4月13日,巴西參議院議長巴奇哥 與眾議院議長里拉還致電聯合國提出 請求世界衛生組織主導的疫苗 全球取得機制COVAX提前交疫苗給巴西 以上結果打臉了在台灣 某些一直吵著要進口中國疫苗的政客 那中共政府最近也感覺到了 自己的臉實在是太腫了 但是呢,他們還是想要顯示 中國疫苗還是有人要打的 因此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罕見在一場研討會上 不只大方承認武漢肺炎疫苗防護力並不高 還建議中共政府應該要考慮混打 中外不同技術的疫苗 哇,看來中共除了中國疫苗之外 想要再次創造另一個疫學奇蹟 還是神話危機呢? 斯坦有幫大家找到了 WHO回覆有關混打疫苗的建議 網站上直接白紙黑字的告訴你 沒有足夠的數據來推薦這種類型的組合 所以現在中共又想要用中國人做人體實驗了嗎? 直接混打? 這真的是醫學史上的不可思議 當然我們也可能可以期待WHO 因為中國的實驗成功而改變他們的疫苗指南吧 畢竟他們的秘書長坦的賽坦書記 是那麼的支持中國政府 支持到武漢肺炎世界大流行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 在這裡跟影片下面會有Patreon這個網站的連結喔 那當然也很歡迎逛一下我們的周邊商品商店喔! 我是斯坦,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by bwd6 by bwd6